其实我们家上周也有喜事 喜事就是结婚 婚礼 这个婚礼办得非常的顺利 也非常的让人回忆满满 这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但是最近好多人都在提这件事情 也是我们之前其实关注到的是 就是关于农年结婚的问题 很多人因为农年不易结婚 匆匆忙忙的赶在这个时候 就农年之前进兔年结婚 导致我们订这个餐馆 订这些酒席困难重重 其实我们很早就想呼吁民政部 出面来普及普及知识 让大家能够在农年也能结婚 不要把婚礼提前或者往后推 农年有什么关系 2024年继续结婚 但是确实民政部只是给了一个 予以关注 感谢支持的这么一个回复 事实上这个事情 对社会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的 那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这个烦恼 当然民间有这样的烦恼 也不应该啊 因为实际上为什么说农年不能结婚呢 是指的是因为2024年的历春啊 处于农历2023年的年末 所以呢 叫在这个古时候的说法叫寡年 而很多人呢把这个寡年呢称之为寡妇年 多了一个父子 本来不是指寡妇 很多人说是寡妇年 所以呢 也就形成了2024年不易结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而这事实上是严重背离生活常识 我们也希望全社会呢 共同形成这样的一个思想 这个尊重科学 尊重生命规律 不要搞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 这就是属于封建迷信 农年就是一个红红火火的年份 是一个很浓重的年份 办什么事都能够顺利的年份 那干嘛一定要讲她是寡妇年 不易结婚呢 这个事情应该提出来 春节马上到了 明镇部真的应该下力气宣传宣传